哈喽大家好,我是猫猫,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跟大家做黑五的开箱 给大家分享过的这个,我买的一天一白 卖了这个烧熟 所以现在我就有三匹在那一刻 锅盒子吧,这个样子,一个灯色,小橙,这个样子 这个毛真的是超级超级舒服 我们先来拆一小的 在后面买的 这个是一个,我之前买的那个包装不太一样 是一个两瓶装的这个洗刷子的这个清洁剂 这个是这个Eco Tools的 我之前在Amazon上面也买过 但是好像是那个绿色的瓶子 但这个应该差不多的 就是洗那些化妆刷,美妆蛋的一个东西 而这个当时价格超级划算 好像这么两大瓶才六块多钱吧 就平时单买一个都不止这个价格 反正这种消耗瓶 我就觉得一定要趁打折的时候多囤一点 下一个 下一个是Evalon上面买的一个保健品 这个Move Free 之前在一个朋友家听他说 吃了效果特别好 因为我一直觉得保健品是那种 应该无功无过 就吃了也没有感觉的 但是就他说他之前就骨头疼 然后吃了这个就效果非常好 然后我看这个也是卖的最好的 这个牌子 这个什么Shift 我想最近就是打网球,然后他关节经常就感觉会疼 所以想试一下 然后插一个箱子 在他们官网买的两个沐浴露 这个牌子之前也有买过给大家分享过的这个英国的这个Mountain Browns 他比那种什么Burrito啊 Eso啊那些贵价的洗护的这些产品要稍微评价一点 然后反正黑五的时候他们官网好像是打7折 我就买了两个 之前用过他们家那个蓝色的什么海茴香什么的那个味道非常好闻 然后就是比较中性的味道 然后这次选了一个Jasmine and Sun Rose 就应该是带了一点茉莉花味的这个我没有用过 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他们家非常出名的一个黑胡椒味道的 可能也是偏中性一点的 我就想试一下 他们家的东西不管是香薰洗手液还是沐浴露 哦还有lotion我也用过 我觉得还不错 然后 哇这个好大 这个是在Costco的网站上面买的 我觉得是应该是今年打折力度最大的 就是我又买了两个这个牙刷 这个Philip的这个充电牙刷 跟我最早用的那个不太一样 因为它这个好像是两个按键的 但是应该都差不多 估计就是升级了的 然后我是买的一黑一白 这个真的很划算 因为Costco好像有几种版本 有一种是不带杯子的就稍微便宜一点 但是这一次我买到的是它带了这个充电杯 里面就是配两个充电杯 两个这个座子 然后两个这个牙刷头 然后还有两个这个旅行装的这个充电的盒子 当时黑五的时候好像价格是150刀两只 我觉得真的超级划算 是我见到就是这个牙刷最好的deal 然后因为我就是用这个Philip的电动牙刷 已经就很多年了 我算是他们家的一个中式老粉了嘛 我觉得电动牙刷最好用的还是这个牌子的 然后是一个Troy的包裹 这个应该是给Morris买的 囤货的 对这是给他买的一个狗粮 他一直在吃的就是这个Wellness的这个牌子的狗粮 还有这个都被压坏了 这个也是我经常在给他吃的就是那种补给品 就是每次当零食给他吃 一天给他吃一颗 这个是针对于hip and joint 就是对他骨骼发育比较好的 一点像狗狗的保健品 然后这个是就是平时给他喂狗粮的时候挤一蹦 然后拌在狗粮碗里 对他的毛发健康比较好 就配一勺这个鱼油呢 就是他的毛发会更亮 然后更滑一点 还给他买了一个这个大骨头 就是里面应该是有一些肉吧 然后主要是让他啃这个骨头可以磨牙 这个因为快过圣诞了嘛 买一个他的那种圣诞礼物 然后这里也是给他买的一个骨头 也是他品是可以玩可以磨牙的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 这个是因为要过圣诞了这个就很可爱 就可以挂在他脖子上 然后上面还有这个小铃铛 它正好能带一下 好像还比较合适 这个也是个Costco的 这个应该是小杨买的 我不是特别懂这个东西 应该也是黑屋剪下吧 他买了一个新的这个router 是netgear这个牌子的 这个我不太懂也就不多做介绍了 然后还有菲利普的这个更换的这个刷头 在Costco买也是非常划算 一大板而且正好就是有减价 好像是一大板减价下来29块9吧 原价39块9反正很划算 就是正好是买了那个新的牙刷嘛 然后这个是藤货 就是这个origins的这个菌菇水 我之前没有买过这么大一瓶的 我之前买的都是小瓶的 它这个应该是一个那种限量款 然后它这个花纹 也跟一般的包装有点不一样 这个当时也超便宜 好像是打半价吧 这个东西也是我几乎每天 都会用到的一个护肤产品 就只要我皮肤有一点点敏感 然后有一点点不舒服 有点长痘什么的 我就非常喜欢用这个 非常非常的好用 这个菌菇水真的是又便宜又好用 万年推消炎针锌什么的 非常棒 然后这一张也是这个tree的 也是Morris的零食 他非常喜欢吃这个beef and turkey味道的 就是软软的那种零食 然后我是一般每次溜了它回来 然后就会给它吃 然后 这个smag的烧水壶 这个是我送朋友的 他快要过生日了 就买给他当生日礼物的 我觉得就这个smag烧水壶的颜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 很好看 现在我们住的公寓是买了一个这个绿色的 使用起来我非常喜欢 虽然啊它就是一般的烧水功能 但是就是颜值真的非常的高 就每天用着就觉得非常幸福 然后我觉得就是像这种实用的小家电 拿来送朋友就一定不会出错 但是它长得又很好看 而且就是一定会用到的一个小家电 然后 然后是我在资深堂官网买的三瓶这个红腰的精华 哇这个我真的觉得我太机智了 我一定是买到了全网市低价 如果是一直在看我视频的小伙伴知道 我真的是这个红腰的精华的脑残粉 就是只要打折我一定会B一屯的 然后这次黑我这个折扣 当时官网是买两瓶 然后送一瓶这个小的 然后呢我是American Express的信用卡 那信用卡还有一个反线的优惠 然后是满175 然后减35吧 然后我当时错单就是买了一瓶最大的 然后一瓶中央的这两瓶的价格正好是175 然后我信用卡就能拿到就是退35块钱的那个优惠 然后它还送给我了一瓶小的 所以现在我就有三瓶 然后只花了175刀减35 就是140刀 然后再加税 我觉得真的超级划算 这应该是我买过最好的Dio了 它就是一瓶75毫升 一瓶50毫升和一瓶30毫升 我真的是太喜欢红腰子精华了 就是它的功效非常的维稳 它能够让我的皮肤一直处在比较健康稳定的状态 现在就是它送我这个小的 就是平时比如说去一些短凸的旅行啊 带就很方便 然后还有在耐克官网上买的一双鞋子 这双好像没有在打折 但是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它不如要210块钱吧 就黑五也没有任何折扣 我就想说先买回来 如果非常好穿的话就留下 就拿在手上看颜值真的是很高 它是一双网球鞋 然后它自重非常的轻 然后这里有一圈是这种非常浅的这个浅蓝色 然后这个勾也是浅蓝色 很疯狂嘛 它就很希望我跟它经常一起去打 然后我又没有就是属于专业的那种网球鞋 它这个底子是属于有一点硬的那种 我觉得还不错 就是很舒服穿着 底子虽然摸着硬 但是其实感觉也还挺有弹性的 我们快开完了 这是一个大奖 是我买的扫地机器人 哦重死 Bubble Rock 石头扫地机器人 这个是看Wiki之前有帮他们家做过广告 然后呢 虽然是广告 但是我还是挺种草的 感觉很棒 因为是扫地机家托地机器人一体的嘛 因为我们家Yan Morris的毛真的是非常的夸张 吸尘器的话也不可能就是做到每天都吸地嘛 所以就是如果一周吸一次的话 那地真的是非常非常脏 然后这个呢 它是有托地功能的 每天都让这个机器人扫地托地一次 应该家里的清洁卫生就能维持的 比较干净的一个情况 然后这次黑五也是折扣力度非常的大 我又看了一下其他博主的一些测评啊 还有小红书上面大家的一些分享的帖子啊 然后觉得就是石头他们家的这个扫地机器人 算是一个综合得分比较高的一个品牌 石头机器Pro和科娃斯T8 AIVI 固有儿童等等都选择了在机身前装上摄像头 来优化臂章功能 也就是说你可以更大限度的解放双手 不需要在清扫之前收拾线团而鞋子 扫地机看见了它就会主动避开掉 结果怎么样呢 只都是双目摄像头 它在清扫中识别出了拖鞋线团体重称并成功避开 所以就这次选择的是他们的S6 Max V 我也是在Dior Moon这个网站上面看到 有非常非常详细的一个型号的对比 然后功能有什么不一样 我选的这个当时购入的黑五价格是 459块9毛9税钱 是直接在Amazon上买的 反正在网上查到这个是他们的史低价格 因为原价是749 相当于优惠了240美金 这个S6 Max V 我当时就是看了一下就不同型号 他们各自的特征 我觉得这款是最适合我们家的 它的规划模式是LDS 雷射少行加AI双目避障 然后续航能力是180分钟 吸力是2500% 然后集成盒是460毫升 水箱是290毫升 因为我们家的地上的东西什么比较多 所以它的这个AI双目避障这个功能 我觉得还蛮必要的 然后它的吸力也是在所有的型号里面是最强的 达到了2500% 我现在把这个拆开看一下它长什么样子 长成这个样子 是一个黑色的 这个的使用方法我还需要好好的研究一下 然后这里有一个应该是它充电的那个头 然后这个如果好用的话 我会在之后的Vlog给大家更新 我们终于快开完了 这个长长的也是买的一个大件 哇重色 这个Bose的Soundbar 这是他们最新款的这个900 所以就是官网也没有任何折扣 打折的都是稍微旧一点的款式 但是反正我这个也没有做什么research 小杨他自己做research对比了以后 他说这款还是最好的 而且它特别的长特别的细就从颜值上来讲 也是挺能打的 长成这个样子它这里是镜面反光的 就挺高级的 然后它真的比一般的那种Soundbar 要感觉更细长一点吧 然后这里是它的两个那种信号灯 里面应该还有一个遥控器和一些数据线 到时候使用了以后也是如果可以的话就跟大家分享 然后如果不好的话我应该也会把它退掉 还有最后一个 买了一个Hermann Miller的椅子 哇我终于跟小杨一起把这个椅子给搞出来了 很大一个箱子 但是非常好的一点是 它直接就是一个完整的拼好的椅子 就也不需要自己再拼再组装 拿出来就是这个样子就可以直接做了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这次买这把椅子是怎么买的 首先黑五本来官网就有一个85折的优惠 忘记说这个Hermann Miller的椅子 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通俗点讲就是椅子中的爱马仕 它是采用了人体工程学的那种核心技术 就是它家的椅子坐着呢 就是反正是最符合人体工学的 但是它家的椅子是真的贵 像这一款这个是小杨他选的 他选的这款呢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Aaron 原价是1000多 也是看你自己的配置 区间range就是1100到1500左右吧 反正就是价格真的是很贵 我从来以前没有想过我会花1000多块钱买一把椅子 但是真的就是居家办公了这么久 然后也去别人家试做了以后 觉得把钱投资在这种东西上面呢还是有必要的 所以呢就我们就这次趁着黑五买了两把Hermann Miller的椅子 然后这把先到的是小杨的 那他选了一个这个黑色的 它里面是可以选它的frame的颜色啊 然后它的size 它的back support是可不可以adjust的 以及它这个倾斜的角度啊 然后它这个arm的高度啊 都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配的 他买的这一把呢是贵点的1000多的 然后我还选了一把没有那么贵的 就可能女生会更喜欢的 我觉得就是颜值上面说是女生比较喜欢的 那个size的那个款式 我也不知道我读对没有啊 我选的就是一把白色的椅子 那把的价格就要便宜一点 我选的配置配下来原价是945 它应该如果选不那么高的配置的话 应该六七百也可以拿到一把 然后那个style的那个系列呢 我是觉得它看上去要更special一点 反正女生嘛就是比较严控 所以我觉得虽然那比较便宜 但是我觉得它的设计更好看一点 然后这次我们购买本来是想趁折黑五打折 结果我刷了一下小红书 发现其实就是那种大厂 就是像Facebook啊Google啊 就找他们员工买的话都会有一个折扣 然后这次我们就是问了一个谷歌的朋友 然后呢他们谷歌的内部折扣是七折 操作起来其实也非常简单 就大概是用他们谷歌的邮箱注册一个账户 然后在他们给的Herman Miller的一个 他们员工的一个专属的网址上面下单 所以就等于我们找那个朋友用他的邮箱买 然后就是打了一个七折 就比官网的八五折要更便宜一点 其实小红书上面大家很多也有分享 就是怎么样购买就是价格是最优惠的 我看到最便宜的应该是直接去联系 authorized dealer 他们是有特殊的供货渠道 然后就会给你一个更高的优惠 有些可能可能拿到五六折 但我觉得这种情况也不是百发百中 就有时候你可能去联系那个 dealer 他可能也不见得回你啊 然后或者也给不到你那么低的折扣 然后当时我们是觉得 其实七折已经算蛮不错的折扣了 所以两把椅子最后我们买下来就是 是一千六七左右 然后我目前坐着就是确实还挺舒服的 就是他腰这里能够非常好的贴合到我自己的腰 然后今天要做的最后几个开箱 是这次我买的唯一的几件衣服 我觉得我今年购买衣服的欲望真的还挺低的 就是也没怎么买新衣服吧 而且买的话也都是按舒服的方向去买的 这次买的三件都是这个牌子 Patagonia 就是这个之前有买过他们家的一个大的那个后外套 买了两件这个T恤 这个是因为我觉得它的这个颜色非常好看 有点偏橘的一个深的姜黄色吧 然后也很简单 这里是一个他们家的这个Patagonia的这个字 然后后面也还挺好看的 是这个样子的 买了一个size很大很宽松的那种 我觉得就居家穿很舒服 而且他们家的这个T恤的面料我也非常喜欢 是那种特别软贴身穿很舒服 然后领子这里也是洗过以后不太会变形的这种领子 然后还有一件我选的是这个绿色蓝绿色吧 有点偏深绿 然后这个颜色我也是觉得穿着非常的显皮肤白 然后这个颜色很特别感觉还挺高级的 然后它这里就前面有一个这个还挺不一样的这个logo 这里是个小口袋 然后后面也有一个比较不太明显的这个Patagonia的这个字 就是感觉还是挺潮的吧 这个牌子也不太贵 然后还买了一件就是现在冬天穿很舒服的 这个毛茸茸的这个套头外套 这个毛真的是超级超级舒服 就很像是优衣裤的那个姚立容的那个材质吧 就很软很舒服 像那种毛巾 然后这里领子是一圈深蓝色的 然后这里这个标是他们家比较经典的这个深蓝色的这个标 也是在家里面穿非常舒服 又很暖和又很软 OK那这就是这次的所有开箱 今年还是买的挺多的 希望大家喜欢这次的购物分享 我们就下次再见吧 拜拜